根据验尸报告 死者是被凶手刺了超过十刀 每刀都是刺中要害 既然是刺中要害 为什么要刺这么多刀呢 会不会杀人的时候 太紧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停不了手呢 可能凶徒和死者有很大的仇恨 那就是说凶手是认识死者的 据死者的员工所说 死者为人非常刻薄 员工经常被他无故解雇 又不负劳工赔偿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形成很多仇人呢 我也去问过死者的工人 他说案发当日没有听见唐唐的叫声 连唐唐手上的布娃娃都没有掉在地上 这就是说把他抓去的时候并没有挣扎 照这样推断下去 唐唐和这个人很可能是认识的 你有没有查到他有什么仇人 前几天紧张的汽车曾经被人恶意破坏 凶徒董辉曾经说过不会放过他 还有 董辉应该每天到警局来报到 但是这几天都没来 照这么看 他很可能是凶手 既然这样把他带回来再说 是 长官 长官 撞开门 好 到处搜 你们快进来看 这里还有玩具 这是一张发票 是前天的 就是说是唐唐被抓去的第二天 一个男人买了这些玩具 一定有问题 马上就没得申请通缉了 一定要把他抓到前线 伯母 林姐呢 她没什么事吧 她老公突然间死了 女儿又下落不明 如果我说她没事不是骗你吗 伯母 无论将来我和高姐怎么样 我们相处这么多年都像自己人一样 有什么吩咐你尽快说 如果超过身后事我给帮忙的话 他弟弟正在安排了 谢谢你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高姐 你来了 大妹怎么样 我叫她吃了两片安眠药 她现在睡着了 我买了些点心 快趁热吃吧 不用了 谢谢 吃吧 你刚才只吃了一点饭 我吃不下吗 那我先带在这里 你自己拿来吃吧 来了 来了 大勇 找我什么事 我想问 唐唐怎么样 还没有消息 没消息你来干什么 妈 是我叫她来的 大勇除了帮咱们查案子 她还是我的朋友 张四 有了消息请你马上通知我 我也很关心唐唐 不错 我们是有了点信息 不过正在调查 有些情况不方便向外透露 有些所应该赶紧查 办事要紧 张四 就是吗 小妹 你为什么影响张四办事呢 我送你出去吧 我先走了 我妈有时候说话刺耳了一点 你千万别怪她 不会 怎么会呢 发生这种事情 心情不好也是人之常情 还有你啊 最近瘦了很多 要注意身体 大勇 你老实告诉我 到底唐他生存的机会有多大 你让我说老实话 我真不知道 不过凡事 要向好的方便考虑 另外 你姐姐跟你妈妈现在都要你照顾 你要坚强一些 我会的 我一定会 小妹 大妹醒了 找你呢 我先走了 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我知道 你放心 嗯 雨萱正在家里 她特意来看你 你应该陪陪人家聊聊天才合适嘛 妈 你不是说姐姐找我吗 我先进去了 就算我过了高节那关 丈母娘那关我也过不去 说来说去就因为你没人家有钱 她不是不喜欢我没钱 她是不喜欢我当警察 借口 有钱什么都行 你干嘛整天就知道说钱 那这不是事实吗 喂 来了 这次想不提钱都不行了 喂 怎么来都不打个招呼啊 干嘛神神秘秘的聊什么 你怎么有黑眼圈了 没睡好啊 我段点花几身给你补补啊 不用客气 忠义没钱 你何必呢你 我是一番好意 你干嘛这么说话 留着你的好意带金棍去奔 你好心当成旅干费啊 没时间理你 忠义干什么垂头丧气的 人各有志 算了 谁让咱们没钱呢 不用这样 我们是没钱又怎么样了 但是我们都是男子汉 男人最重要是有骨气 忠义 咱们俩干杯 我相信你一定有前途 不喝了 我没心情喝 对了勇哥 我明天先请一天假 逃避不是办法 不是 我奶奶叫我回燕郎很多次了 她叫我明天一定要回去 因为我是长子嫡孙 明天要回去几手啊 举什么手啊 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要回去几手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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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卖 祖屋祖田不许卖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耕田 不能卖 说得对啊 不许卖啊 不能卖 还是不卖啊 现在什么年代了 香港现在是寸金寸土 谁还那么傻 耕田哪 卖 就是卖 不能卖啊 要是卖了 我们去干什么 是啊 把我们的田都卖了 我们做什么啊 各位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 大家稍安勿躁 先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现在政府想向我们收地 我觉得他们呢 价钱非常合理 而且态度也诚恳 是啊 这样就不如卖了 我们大家也能收一笔钱 当然 不也能卖啊 这个地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 怎么能卖呢 还有啊 要是在这盖楼 那破了我们的风水了 是啊 破了风水 什么风水啊 等等 等等 大家不要吵 听我把话给说完了啊 那 这儿呢 忠义是长子嫡孙 祖宗留下的地呢 他也最多 也是忠义的 我们还是先问问他 卖不卖 你们说好不好啊 对呀 你说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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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呀 说 现在我觉得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可能你们的理由都对 我看还是大家举手表决好不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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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卖地的现在举手 赞成 那么不赞成卖地的举手 那现在很明显 赞成卖地的人多 不赞成卖地的人少 我看就少数 服从多数吧 打地卖了好不好 对啊 好了 那我们就决定卖了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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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太太妈 我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你们谈卖地那件事谈得怎么样 决定卖了 那也好啊 那些地反正没人跟 卖出去盖楼房也比没人管好啊 你说是不是 忠于 怎么无精打采的 回来半天也不见你笑 没事啊 是不是病了 是不是工作太累啊 不如回来做点小生意算呢 妈 我没事了 你别乱猜了 我说你啊 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你也应该娶个老婆了 安个家了 是不是 就不会这么烦了 是不是交不到女朋友啊 咱们李家呢 酒带单传 只有你一个 你是咱们的根子 奶奶小抱孙子 等得脖子都长了 奶奶 这种事情 着急也没用啊 你是不是没对象啊 是啊 妈给你介绍几个女孩子好不好 不用了 我 我到时间该回警局了 奶奶 妈 我有时间带回来看你们啊 我走了 我 我 我 怎么就走了啊 你到哪儿去啊 这种好吃啊 好 好吃 忠于 挺好 忠于 楼下人取老婆 请吃蛋糕 干什么 你小看我接不了会啊 你说的什么话啊 喂 有消息 有县人报告说 刚才有人见到董辉 在旺角买了好多元宝 辣竹心 现在呢 县人跟了两条街找不到了 去 白费 等等 我记得董辉曾经说过 简直超害死了他老婆和女儿 会不会去上香啊 你知不知道他老婆和女儿 埋在哪儿 好 可是会查的 马上查 好 好 不要轻举亡动 我们分头包围 别让他跑了 别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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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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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我 我们现在怀疑你跟简直超的死有关 简直超他该死他该死 他死要遇故 他死要遇故啊 为什么一见我们就跑 你心血啊 简直超是被人杀死的 是不是你干的 他该死 这是他的报应 他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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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的报应 他该死 她早就该死 你怎么杀死她的 我早就应该把她杀了 她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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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孩子呢 什么孩子 被你抓去的那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是无辜的 你已经杀了景志超了 你还把那小女孩扣着干什么 你说得对 孩子是无辜的 小女孩是无辜的 她现在在哪儿 带我们去找她 就在这里 这里 我们刚才找了半天了 都没见小孩子 你可别耍我们 藏在哪儿 不要找啊 你到底把那个小女孩 藏在哪里了 别让我们开玩笑 别这种大事啊 我带你们去找她 别这么大事啊 知不知道 你们不要吵了啊 知不知道 那小女孩呢 不要吵啊 你还耍我们是不是 不要吵了 他就在这儿 他就在这儿 不要吵 把他拉开 不要 不要把他吵醒 他在睡觉啊 你们不要吵啊 不要 不要把他吵醒啊 还没找到那个小女孩 真让他气死了 把我们带着他家去 什么也没有 他自己抱个娃娃 又哭又笑的 进来 来等 勇哥 换案报告出来了 董辉胜了的血迹 全都是他自己的血 你说这家伙是真疯还是假疯 你不要再捣乱了 那小女孩在哪儿 钱你拿去了 人你也杀了 那小女孩是无辜的 那我女儿呢 我女儿也是无辜的 你还捣乱是不是 走开 司警察 坐下 坐下 他杀了我女儿 要怎么样 他杀了我女儿 他杀了我女儿 监制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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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这家伙不像庄的 花样真的有点不对头 周医生 这个疑犯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有点失常 而且情况还挺严重的 原因可能是他的脑部 受过强烈的撞击 因为我们发现 他的后脑有愈痕 我还怀疑 他被汽车撞过 至于详细情况 我看要再做详细检查 才能知道 谢谢你 周医生 你的看法呢 我看要查查 这以前的交通报告 看看这家伙 是不是真被车撞过再说 马上查 我们是警察 请问前两天这里是不是撞过人 是啊 是这个人吗 就是他 你怎么这么肯定是他 这家伙啊 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前两天在这转来转去的 嘟嘟囔囔的 已经觉得不太正常了 不过他没有影响我 所以我没理他 谁知道突然嘣的一声啊 就是在那边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那家伙被汽车撞了 那个开车的马上就下来 看他怎么样 他走过去看他倒在地上啊 好像是撞到脑袋了 流了一大滩血 后来那个开车的就叫救护车 谁知道他站起来啊 马上走了 车主叫他他也不回来 多神奇啊 你记得是几点钟出的事啊 下午四点钟啊 谢谢你啊 应该的 我们应该做好市民嘛 四点多 简直超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出事的 所以董辉不会是凶手 照你这么说 董辉一定不是杀简直超的凶手了 都这么大的圈还在原地打转 Madam不好意思 我妈在call 她找我一定要警示 行了 快去打电话吧 但是别说那么久 再见Madam 大友啊 我看我们在警讯热线上呼吁一下 可能有市民可以帮我们呢 但是那个女孩子的妈妈 说这件事不想太过张扬 怕绑匪私票 老实说啊 到了现在的情况 是生是死 早已成了定局 你还是去找他谈谈吧 好吧 我找他谈谈 Madam 不好意思啊 我找不到我妈 我知道她找我 一定是有要紧事 所以我想请假回元朗 你去元朗 是啊 我是家里的长孙 家里的事都是由我出头 如果不回去的话 他们没办法决定 我只问了你一句 是不是去元朗 你就说了这么多的话 是啊 我是回元朗 那正好 给我去那件老字号买 一打老婆饼 一打芝麻饼 一打核桃酥 一打鸡蛋卷 就这么多 我以前不是太喜欢吃这些东西的 可是现在肚子里面得想吃 不错 我们是曾经抓了一个疑犯 怀疑他跟这案子有关 不过经过我们调查之后 证明他是无辜的 你们查了几天了 到底有没有堂堂的下落呢 很抱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进展 甚至还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因为那绑匪没有再打电话来勒索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他扣着这小女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就去查嘛 这是你们警察的职责 妈 警察也是人哪 我想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唐那是你的外甥女 你的胳膊肘怎么向外拐呢 妈 我 我们警方有一个提议 有什么提议 我们设立一个专案电话线 设有花红 希望市民可以给我们警方提供宝贵的资料 那不是把绑票的事情宣扬出去了 所以我这次来 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这样当然不行了 狗急跳墙呢 如果绑匪把堂堂撕票就糟了 我看这件事情还是要慎重考虑 姐姐 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呢 我是希望有堂堂的消息就行了 张所 你们认为怎么做比较好 你们就去做吧 大妹 爸 那那我会补补堂堂吗 那我们马上设立这个专案电话线 希望可以早日破案 会不会是绑匪打电话来呢 你来接 喂 不是 打错了 张四儿 我一件事想请教你 请说 已经过了两天了 那个绑匪都没打电话来 会不会已经撕票带着钱跑了 不会的 怎么会撕票呢 堂堂这么小 不会的 姐姐 堂堂不会死的 你冷静一点的 堂堂不会死的 她这么小 阿敏 你放心吧 堂堂不会有事的 我今天上午啊 给她求过见了 说她平安无事的 我只有堂堂一个女儿 真不好意思 我妈一天到晚都针对你 你妈妈针对我 你不针对我就行了 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对不起 其实根本跟你没关系 谁也不想发生这种事 其实是我运气不好 虽然现在起步是困难点 但我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我想约你一起吃点东西 不过我知道 你会说没有心情 不想吃 我其实 行了 我明白 我下次再来找你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你说话呢 勇哥 你打我一拳吧 怎么了 是啊 你用尽打我一拳 为什么要打你啊 你不用问了 快点打我一拳 好 那我来了啊 好痛啊 你让我打点劲吗 没事 那就是说我不是在做梦了 是真的 你怎么语无伦次的 遇上鬼了 不是遇上鬼 是遇上财神爷了 财神爷 你发烧了 不是发烧啊 我是发财了 我现在有几千万财产 几千万财产 天还没黑就做梦 我刚才也以为是做梦啊 但是你打我一拳很疼啊 不是做梦啊 让你说得糊里糊涂的 你说清楚点行不行 乡下的地我们卖了出去 我是长子嫡孙 分了几千万 真的啊 是啊 我有几千万 现在成了扩人了 那我成了有钱的 就能追鸡鸡了 这件事我说不好 鸡鸡平时对你那样 我是你才不追她呢 谁让我喜欢她呢 忠义 你可不要误会 我不是反对你喜欢鸡鸡 我是说怕鸡鸡看你有钱 才喜欢你 也是 要是她只想嫁给我的钱 那多没意思 那么你想想吧 不要紧的 我不告诉她我有钱就成了 正所谓京城所至 今世为开 我用真诚打动她 好了 两位没用 我在专户客人呢 我想约你吃宵夜 你神经了还是我听错了 大勇不是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吗 你还请我吃宵夜 我没神经 你也没听错 我想约你吃宵夜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 让我再告诉你一次 就这一次了 你的人非常好 但是你没有钱 所以我不会喜欢你的 明白没有 我知道我没钱 我知道我不和你的条件 但是京城所至今世为开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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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麻啊 是不是打动你的心了 晚上呢有人请我吃双头鲍鱼 求求你不要影响我啊 明天呢 也是 后天呢 也是 大后天呢 也是啊 我每天晚上约你 一直约到你为止 今城所至今世为开 她干什么的 我看她是脑子坏掉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个柜子上钉子松了 所以叫终于上来钉上它 我有花钱叫人整啊 你不是说的 有便宜不能不占吗 你怎么还不睡啊 姨婆 我在熬粥呢 你不是去吃双头鲍鱼 怎么回来吃面包啊 我不喜欢吃双头鲍鱼 我喜欢吃面包 怎么样 那可是太凑巧了 其实我也最喜欢吃面包了 一块吃啊 谁跟你一块吃啊 干什么这么小气啊 看看 这个柜我弄好了 弄好了你还不走 坐着赖皮 姨婆叫我喝碗粥再走 来了来了 粥来了 狠狠啊 你睡了没有啊 没睡就出来喝粥啊 不要叫她了 她可能睡了 妈 狠狠 真是小坏蛋 这么晚还不睡 明天不要上学啊 不要 来 喝粥 喝粥 谢谢姨婆 妈 我饱了 快点睡觉 来 我陪你进去睡 晚安 妈妈 晚安 周易叔叔 晚安 晚安 狠狠真乖 看着真是可爱 喝完了粥了 你还不走啊 赖皮啊 我打算约你去吃宵夜嘛 你脑子是不是真的坏掉了 不是啊 我只是想约你去吃宵夜嘛 好啊 你请我吃双头鲍鱼咯 双头鲍鱼嘛 小意思 我说双头鲍鱼太贵了 其实吃肉丸面 另加一叠青菜也一样 青菜 肉丸面啊 我才不去呢 如果你不请我吃双头鲍鱼的话呢 你就别打算 我跟你出去 所谓是京城所至的金石为开 我求求你不要再金不金 时不时的行不行啊 我今天一定会做噩梦的 那我不影响你了 我 我走了 慢慢走了 不送你了 走了 姨婆 慢走 你干嘛这么对他 忠义这个人挺好的 狠狠都挺喜欢他的 最难得的就是他能忍耐你的脾气 像这种男人你到哪去找啊 我就是知道他好 所以我不想害他嘛 你不会明白的了 我明白 你就是嫌他没钱嘛 我会不明白 我是一个社交人 不信心 我没有搞的 你自己我的视频 我对一些心情 也不信心 好像真的 脑子做了 我妈妈都没有 你自己带我 屠后 都是这种幸福的 那儿 你跟我说 我妈妈都不用我 怎么转掉 我妈妈都不怕 我现在好像 我妈都不是 我只是在乎你将来会怎么样 我保证让你将来幸福而且快乐 是 是谁说的 妙街那个人说的 妙街那个算病的 是啊 他说我们俩的姻缘是注定的 我告诉你啊 有个算病的呢 说我会嫁给一个非常有钱的男人 他还说呢我会做少奶的呢 那么我跟你会不会是注定的呢 难道我就不会发财了吗 你会发财啊 不成吗 不是不成 是十分二十分的不成 那你也别看死我一辈子啊 妓妓 我不是看死你啊 我只是觉得这个算命人说的话呢 你不能完全相信的 你不是说得很灵吗 那这样 他是说你嫁给有钱的 说你会荣皇富贵 我是觉得他给我算得挺对的 但是我没有觉得他给你算得对啊 那么你觉得他是什么算得不对 你是说觉得他说的 我们俩的姻缘是注定的不对 还是说你觉得 他说我将会发财不对呢 总之不管怎么说吧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我们两个绝对没有瓜葛 你能明白 那你别话说得这么绝 总之这个算命人说的话呢 你很快就能看得出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 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 我还有好多客人呢 我 我先走了 你走吧你 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 姐姐 亲戚朋友都走了 咱们也回去吧 我想再陪纸巢一会儿 你在路口那边等我啊 那就让大嫂一个人静一会儿吧 嗯 纸巢 上天为什么这么对我们 我们两个刚刚开始互相量子 我们刚刚说了要从头开始 你突然之间就离开了我 只剩下我一个人 堂堂又下落不明 至少 你在天有灵要保护堂堂 保护堂堂快点回到我身边 只要堂堂平安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你保佑我们吧 至少 好 高敏 乔楚 高敏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不必伤心了 你还年轻 应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 在这个时候 我不想听你这种话 以前你说你有老公 那我不勉强你 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我们 高敏 我求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们从头再来吧 你不要这样 我现在的心情很乱 堂堂下落不明 身死未卜 我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些 你知道吗 那如果我说 我有堂堂的消息呢 各位兄弟 好香的卤水鸦片啊 来来来 吃就过来 你一大早吃烧鹅 你不怕麦德罵你 麦德们现在养足精神保胎 很久没骂人了 吃吃吃吃 吃就拿东西垫着啊 不许乱来 来来来 等等等等 你干什么呀 你们吃归吃别弄得到处都是油啊 好香啊 好吃 来 吃 来 吃 这块 勇哥吃不吃 我不吃 勇哥 这个人说他看见杀简直超的那个凶手 离开胸外现场 你真的看见他 听说你们有奖金是不是啊 哎 如果你的资料有用 而且正确才给奖金 你先说 哎 那天四点钟呢 我刚好从那儿经过 碰见过人呢 鬼鬼祟祟祟祟 从那栋楼里出来 她 她衣服上还有血呢 你还记不记得她 是男的女的 多少岁 有特征吗 啊 她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人哪 是谁啊 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是不是很出名啊 是不是上过报啊 是不是上过电视啊 对了对了 好像就是她 那个唱歌破罗嗓子的那个人哪 乔楚 Madam 乔楚四年前退出歌坛 后来移民加拿大 但是因为最近破产 加上婚姻失败 两个礼拜前回到香港 她和高敏以前是情人 曾经传出婚婿 但是后来不知 为什么彼此分手 后来高敏就嫁了简直钞 乔楚这次回来 曾经传出和高敏 旧情复然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 高敏拒绝和她复合 而造成她绑架杀人呢 很简单哪 把乔楚抓回来问问就行了 不行 这样会打草惊蛇 对唐能不利 安勇 你马上安排人去跟踪乔楚 坚持她的行动 记住 这次的任务 是以救人制为主 弃拿凶手是其次 大家明白吗 Yes, Madam 出来了 你们去她房间检查一下 看看有什么线索 我跟着她 大家保持联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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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兒 還有一張花瓶 喂 勇哥 我這裡查不出什麼 你那邊怎麼樣 我在跟蹤蹤 他的方向好像是沙田 保持聯絡 怎麼樣 等消息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警察 現在要見你們的經理 我們懷疑你們一位住客 喬楚先生涉嫌與一宗綁架案有關 我們想監聽他所有打出打入的電話 希望你能和我們合作 沒有 沒問題 我們願意協助警方撲滅罪行 這件事關係到一個小女兒的安全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保密 絕對不能夠洩露出去 當然 當然 先給我來一杯咖啡 好的 是不是有堂堂的消息了 小姐現在什麼 奶茶 謝謝 怎麼樣 堂得現在怎麼樣 他在哪裡啊 他有沒有事啊 他沒事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把錢交給綁匪了 他們怎麼還不放人呢 他們是不是還想要更多的錢 要多少 我馬上去想辦法 這些綁匪貪得無業 你給他們再多也沒用 那你趕快告訴我 他們到底把他那藏在哪裡 我去報警 千萬不要啊 王匪可沒人性 我一打草驚蛇 撕片就壞了 那 那 他現在怎麼樣啊 讓我想想辦法吧 你有辦法 你怎麼會有辦法 出來混這麼多年了 跟江湖上的朋友 也可以說還有點交情 如果我說句話 說不定能幫到我們 那麼 謝謝 那你快去說 讓他們幫幫忙 不過 不過什麼 我明白 去求人家幫忙 當然也要付出代價的 我明白的 也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最主要還是 是什麼問題 如果那些綁匪知道我做中間人 找江湖朋友幫忙出頭 我怕他們會對我不利 正所謂是事不關己 不必操心的 我憑什麼關係牽涉在這件事裏面呢 那除非是 堂堂是我女兒救不通 你的意思是 你和我援走高飛 離開香港 我一定救堂堂 你是成人之為 我告訴你啊 做人要公道一點 我這次為了你拼命了 你也要讓我拼得心甘情願哪 你相信我啊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你 我們離開這裡 我們倆重新開始好不好 有 我不會強迫你 你好好想想 再和我聯絡 還有啊 這件事千萬不要和別人說 尤其是那些警察 他們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你好好想想 我走了 終於 仁哥 已經在他房間裡裝了偷聽器 老陸正在酒店裡監視他 有發現嗎 我們找到一大堆棒棒糖 還有幾張發票 有些是今天早上才買的 喂 他這麼大個人了 也喜歡吃棒棒糖啊 怎麼這麼說啊 現在有法律規定 十八歲以上的人 不許吃糖嗎 我懷疑糖不是他自己吃的 那就是說 是買個孩子的 嗯 所以那個小女孩可能沒有死 哦 對了 仁哥 要不要告訴他媽媽 讓她放心一點 不要說 為什麼 剛才我跟蹤橋主 發現他和高敏近過命 我當時聽不到 他們兩個說什麼 所以不知道是什麼關係 但是我想有兩個可能性 有可能他們是串謀 那就是說以綁架為名 而殺簡知超為實 然後領了一刹兩個人 遠走高飛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應該把那個小孩 放了才對啊 那是為什麼的 是不是為了掩人耳目呢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綁架是喬楚自己策劃的 後來殺了人之後 就利用唐他來夭襲高敏 我比較傾向這個可能性 但是勇哥 我們只是猜測啊 我們不能光靠猜測 想證實很容易 去高家就知道 媽您不用這麼緊張啊 也許姐姐出去走一走 散散心而已 如果是散心 一定會找我陪她的 現在不回來吃飯 也不打個電話回來 哎呀都是你不聽話 我讓你在家陪你姐姐嗎 不知道你整天在幹什麼 你放心吧 姐姐不會這麼笨去做傻事 你怎麼知道 現在唐唐還沒有找到 她怎麼會扔下女兒不管呢 如果你是當媽的 你也不會的是不是 我當然不會了 但是人到了傷心的時候 就很難說了 有時候會很悲觀的 回來了 姐姐 媽 大妹啊 你看你臉色多難看啊 你是不是沒吃飯呢 阿萍 給少奶奶煮碗麵 不用了 我肚子不餓 先喝杯牛奶好不好啊 我不喝了等一下吧 媽 我有件事想跟你們商量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我今天呢接到一個電話 你快點說呀 媽媽 先別說了 檢太太 怎麼 是不是唐唐有好消息啊 我們暫時沒有新進展 所以特地來看看 你們有什麼新線索提供給我們警方 比如綁匪有沒有再跟你們接觸 你問的真多餘 如果有啊 我們早就和你聯絡了 檢太太 那是沒有了 沒有 為什麼這麼問啊 有什麼不對勁嗎 沒有 這麼多天了 警方專線電話根本沒線索 你們這邊也沒有人再和你們聯絡 問題就是說 那三千萬熟金他們早就拿走了 那你說 他們會不會這麼好心 幫你養育那個孩子呢 你到底想說些什麼 我想說 恐怕唐唐已經凶多吉少了 不會的 我知道唐唐沒事 你這個人真是胡說八道 我外孫你一定平安無事的 你不要揍他好不好 以後如果沒有好消息 你不要再到我們家裡來 我不過是在說事實 是 檢太太 為什麼你有信心 認為唐唐她一定平安無事呢 我認為做人 凡事應該向好的方面去考慮 你剛才幹嗎 在我姐姐面前說唐唐凶多吉少 是我一十多罪 對不起 你真是的 明知道我媽對你有偏見嗎 你放心吧 我下次說話一定會小心的 對了 我前幾天看到一本雜誌 看見你姐姐和一個個性的照片 翔楚嗎 你和翔楚很熟嗎 借過幾次面啊 聽說你姐姐以前跟她談過戀愛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我姐姐現在都嫁人了 那他們兩個現在還有來往嗎 當然沒有了 你當我姐姐是什麼人 想不到你這麼多事 信那些雜誌的話這麼無聊 不是我是隨便問問 對了 你們倆姐妹的感情這麼好 你姐姐是不是什麼話都跟你說 是啊 我們姐妹感情很好的 那你這兩天有沒有發現 有什麼不正常的事 當然不正常了 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你幹嘛問這麼多啊 平時你不是這樣的 古古怪怪的 沒什麼 我該回警局辦事了 過幾天再來找你 是誰 是我大嫂 進來吧 妨礙你嗎 沒什麼 現在這個時候 我除了等消息之外 什麼都沒法做 我也知道不該這個時候來煩你 不過公司的業務 又不能沒人負責 所以想請大嫂 出於公司主持大局 我主持大局 我不懂的 公司裡的事情 我從來不過問的 我不懂的 二叔 還是你去主持吧 但是這樣會不會不太適合呢 我怕其他董事會有意見的 如果他們有意見 他們就會來跟我說的 我也不相信他們會在這個時候 欺負我們故人寡婦 二叔 無論如何 請你先幫忙看了生意 現在堂堂沒回來 我這是心煩意亂的事 沒有不信任 要關門 要是屬於 他的大人 你只會出找了 誰就讓他走 最重的 他煩意 還要理想 你 他做鬼 因為我 在兒子 这家伙一早上都没有动静 别不耐烦哪 要有点耐心 你看着点 我去厕所 快点回来